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耶稣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丰富我们的生命 苏醒我们的灵魂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 路加福音27到38节 前半部描述立位被呼召的过程 后半部描述 由主同在之后的你 是否拥有新生命的喜乐呢 立位被呼召之前发生了一件事 耶稣医治了一位贪子 对那位贪子说 你的罪赦了 你的罪赦了 这句话传到立位的耳中 是多么重要的一句话 因为立位他是一名税吏 一位犹太人 他为了自己的温饱和利益 为罗马政府效力 克征同胞的税金 被大家视为卖国贼 罪人 想必他受尽了同胞的怒骂和唾弃 也看尽了罗马政府的嘴脸 加上自我良心的谴责 想必立位的心一定是非常的痛苦 当耶稣经过睡观和立位的眼神对上的时候 耶稣流露出关爱的神情 他对立位说 你跟从我吧 这句话是多么深刻的一句话 这句话里面有被了解 被赦免 被接纳 被陪伴 被引导 也被改变了 立位的世界在这一刻全然翻转 从此生命不再图自己的好处 而是耶稣是主了 立位也叫马太 就是日后写下马太福音的使徒 立位愿意将自己全然的交给耶稣 让耶稣来疼爱 他的回应是立即而且完全的 圣经说 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来跟从了耶稣 那你呢 在一次聚会中 上帝问我 如果今天只有你一人来教会 家人朋友都不在身边 只有我在这里 你还会来吗 虽然孤单 我仍旧回应神 主啊 我来就是因为你啊 你就是爱 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把自己完全交给耶稣的感觉 很奇妙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从那天开始 不论是时间的安排 体力的调配 思想的内容 资源的投入 工作的动机 全部围绕着耶稣 每天活在有主同在的安全感里 分享爱 关怀和喜乐 这样的生命非常过瘾 以前的忧愁 不再是问题了 以前想要抓取的功成名就 圆满人生 也不再是重点 而是能够知道自己是有病的人 并且得着了最大的医生 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而自以为康健 与耶稣擦身而过 却成了最大的惋惜 耶稣也说 比起那九十九个 自以为不用悔改的义人 一个罪人的悔改 在天上的喜乐是大的 悔改后的生命 用来服侍神 荣耀神 也是最有意义的 有耶稣同在 罪人聚在一起 也能欢喜快乐 再也没有什么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 耶稣同在之后 你拥有新生命的喜乐吗 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 立位和少年军官不同之处 在于少年军官 无法撇下他许多的产业 而悠悠愁愁的离开了耶稣 立位则舍下一切 欢欢喜喜的得着了耶稣 我们不要再将剩余时间和体力 才留给耶稣 每其名是福事 事实上是藐视 今天耶稣也在对你说 你跟从我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爱我们 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拥抱我们 拥有你就拥有了一切 跟随耶稣是最有福的确据 因为你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 求主你今天赐给我们新的心 新的灵 新的生命 让我们过一个专心跟从主的生活 这样祷告感恩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